今天民国113年2024年8月13日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 长时间那我把跟我们的听众们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个时段里面方便大家锁定收听 那除了每个月呢会有一个星期呢是科学人杂志的单元做一些的科普的教育之外 另外有一个星期呢会是潘华仲老师的医学新知 那其他的两到三周的星期二呢大概会来到菲姐早餐的大概都是台湾各科别的名医 好那今天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其实我想许多的许多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长辈们或者家里面有长辈的 大概对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大概都有一定的熟悉度 他在在过去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因为我多我只看新我只看新我看新闻的时候就说 在台湾的健保健保体系呢就是说最难挂号的医生有排名的那最难挂号的医生里面排名第一名的大概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位那他是大龄磁剂医院的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 哦你的你的代表越来越长大龄磁剂医院嘉义大大龄 嘉义大龄磁剂医院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的主任吕少瑞吕主任欢迎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其实吕少瑞我可以不用访问因为因为因为我我觉得最近访问也就非常多了不是吗 嗯是啊因为出了一本新的书吧 对事实上这本书是八年前八年前书的针定版 对针定因为这八年来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我是觉得应该要再把它针定 嗯重新检视 对这也是这这这这我今天呢要问的重点 好那这本书呢退化性膝关节炎的真相 书明呢自己的膝盖自己旧好嗯我现在几乎已经已经很少很少碰到说自己的膝盖很好的长辈 就大大部分的长辈啊嗯我自己都六十了 那那我说的长长辈起码要嗯要八十吧七八十是那这些长辈其实到了八十岁之后 腿脚多多少少是都都有些状状况 那有的就换人工关节嘛是那最常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怀习惯总一言之就在关节的位置啦 要不然就就就是在怀关节不然就吸关节不然就宽宽宽关节没错 那有的严重的就换那换了之后也有很好的像是像我讲的就攀怀中的妈妈不久之间我还访问他 他换了之后啊健步如飞九九十几岁每天是给就排排的满满好那那那恭喜我我确实也碰到一些 一些到了八九十岁很很高龄的可是身体状况很好的行动力很好 那个真的非常让人羡慕我认为很多的老人家当他的关节出问题的时候啊他就很犹豫 他又他又觉得动动手术很可怕是那勉勉强强强算痛但但是呢撑着拐杖可以可以走 但是又担心患如果患得不好怎么办 我想这是很多会去找医生的时候大概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所以呢对于当自己开始行动有有受到影响不管是疼痛或者是 或者其他原因开始的行动变得迟缓甚至于呢住公寓连上上下楼看到楼梯就很害怕会发抖 的这种的长辈你要他开刀的时候啊他大部分都很争扎 照顾他的人呢也很挣扎 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你的建议是什么 哎刚刚您讲的这个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实际上看到的状况 嗯所以当然就会把这个问题跟年龄呃放在一起嗯就认为是这个自然老化嗯退化的一个情况啊 当然呃已经到年纪大了我们发现说事实上已经到他这个问题的晚期了嗯晚期 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退化嗯嗯 我们在身体几个部分比较常见那除了膝关节之外就是腰椎嘛腰椎也是非常常见哦嗯嗯 在膝关节因为我治疗这个单一疾病已经有二三十年的经验啊就发现在有一些患了关节的病人 并不是那么理想嗯嗯 尤其是碰到一些更极端的最极端的就是因为重复感染啊重复感染重复开刀啊甚至有自杀的我都碰过对我上回今天讲过啊万一聚会啊所以就会质疑说啊哎这个膝关节是不是真的是退化嗯所以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有注意到一个躲在关节里面 的一个我称为隐藏的一个病灶哦那后来越常越注意他越常发现嗯哦所以在二十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这个病灶跟所谓的退化性膝关节有没有关系嗯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病因的话就不至于让他 拖到年纪大的时候才产生刚刚您讲的那些呃呃呃年纪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还要承受这个痛苦嗯哦还要有可能还要去开刀等等啊 嗯当然如果是能够把它转化成变成是一个病嗯啊变成一个病的话一般的疾病我们都知道他有酝酿期嗯有临床前期有临床期跟残障期所以到年纪大的通常都已经到临床期跟残障期嗯 嗯再以疾病的预防医学观点来看事实上已经太迟了嗯哦所以这个这个八年来啊我是把二十年前发现的那个那个也那个病灶哦研究出来的成果更具体化嗯嗯更具体化那称为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2.0嗯哦 在几年前是1.0嗯那为什么叫2.0就是最近加上细胞治疗嗯加上细胞治疗啊另外呃我们也认为既然他是病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治疗他嗯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健康促进方案这个比较长的比较难懂的一个名称啦呃就想到一个很容易记得就是呃呼吸333 嗯健康真简单嗯啊这个所谓呼吸333的第一个三就是三个对策嗯啊根据不同阶段譬如说这个酝酿期跟临床前期嗯我们是第一个对策嗯就是要保护膝关节嗯那第二个对策就是在临床期还没有变形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用比较哎呃那个微创的手术嗯就是关节镜嗯到关节里面把我找到的那个病因嗯跟他引起的一些后续的病发的状况嗯都把它处理掉意思就是说在关节里面有一些内部破坏因素嗯之前都不晓得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可以用关节镜进去 去把这些破坏因素嗯全部清除掉那好好的保护这个坏掉的软骨还有机会嗯再生嗯尤其是现在加上细胞治疗的话再生的机会应该更高嗯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对策那第三个对策就是到残障期这个时候嗯那个膝关节已经变形了变形到不可逆嗯等于外部的因素 也加上来是一个破坏的因素所以外部因素最简单讲就是体重嗯这个地心引力嗯因为很多歪了歪了你每天还是要站起来走路对那当然对这个破坏的部分会更加的没错更破坏的更快变形更严重对所以在残障期的时候就要加上骨头的矫正嗯这个我们叫做精准的关节整形手术 它包括三个手术第一种就是结骨嗯结骨矫正啊那第二种就是部分置患就是所谓的半关节置患嗯嗯那我们当然是把它称为是微重建因为我们不认为它跟全关节置患是类似的嗯因为它是所有的正常组织我们都尽量保留啊那最后不得已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状况 我们才会建议全部置患嗯那为什么叫做精准的关节整形就是我们除了矫正骨头我们还必须把病因就是前面讲的关节径处理的部分也必须要一起来处理把那个破坏软骨的病因也全部都要把它处理掉嗯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你前面有提到 有一些患了关节的老人家还是不舒服还是痛嗯就是这个病因没有一病除掉嗯嗯才会有这个状况啊是待会去继续上让吕少瑞在在在在跟大家呢做更多的科普这科普就是说从一点零到二二点零从几年前当这几年的时间陆陆续续有一些我认识的长辈们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 吕少瑞会推荐他们的去去去给吕少瑞看一看当然如果你是在大台北地区在北部地区来讲要找吕少瑞哦这个是个麻麻烦因为吕少瑞第一个你你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加一多嘛对不对是是好那在台北的话台台北在过去就是在新店的辞职医院就是现在是隔一周的礼拜三嗯 是有是有诊的不过不好挂你想隔一周才有一个礼拜三再来说所有的开刀都还是必须要在嘉义对不对哎是是的都都要到嘉义去好吧这个对于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要寻求吕少瑞医师的诊断或者要开刀的时候这些你要你要先先考量进这些进去因为因为我陪长辈们去过所以我知道的到到嘉义开到就是毕竟要照顾啊的等等或者交通 等等这些的都都都是需要需要一点点的这个准备跟克服的好但是尽管尽管告前你刚你刚提到就是说 有大部分的这这些的膝关节的问题每一个每个骨科医生或者一些一些骨科的权威医医生的看法大概都差不多可是呢对吕少瑞来来讲你刚刚一直提到就是说因为你注意到一个在膝关节里面过去的大家不太 注意到的他会逐渐变化的病因是那个病因是什么那个病因叫做内侧摩擦现象内侧摩擦现象他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生我们的膝关节内侧都有一个皱折这个是在于胚胎的前第三个月我们关节形成的时候没有完全退开的关节囊 那举个比较简单的大家想这个衣服的一个皱折所以他叫做内侧皱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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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出生年轻的时候呢非常薄啊 他可以想象有人说就形容他像保鲜膜就这样折起来这样薄薄的或者是像那个残液半透明的非常薄但是因为他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膝关节弯曲我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弯曲超过60度到120度中间 他会跟大腿跟病骨的软骨的软骨产生一个摩擦现象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弯太快或者是跌倒去跪下去 这个膝关节前面膝盖骨撞到的时候这个皱臂可能会被夹到 就像我们吃东西咬到舌头那种情况他就会肿起来就发炎了所以可能就会痛一段时间慢慢他消炎了就不痛了但是他发炎之后会留下会结巴会纤维化 所以这样就是说从小开始跟我们的活动有关你如果说年轻或者是中年你的工作或者家庭环境需要 那个膝关节要弯的越多或者弯的越快或者弯的越久像上班族整天坐着也是不太好有这种情况的话他那个摩擦现象会比较多 他这个作弊会变得比较硬因为重复发炎越来越纤维化越严重所以旁边的软骨就开始会被他破坏 他发炎的时候这个皱臂本身发炎的时候那疼痛的原因主要就是他发炎的时候因为软骨这边并没有神经的纤维 所以软骨本身没有感觉的除非他旁边修复的时候有一些血管长 从那个关节的滑木囊长上来他才会有感觉 所以一般人都误会以为说这个软骨破损会是引起疼痛的原因事实上并不是 疼痛都是关节囊这边 所以他关节囊发炎就是作弊发炎的时候他会放出一些破坏软骨的酵素 等于说物理性的摩擦加上化学的腐蚀就持续在破坏软骨 所以之前因为不知道这个病理的过程就以为说是软骨老化 事实上软骨它是无辜的它是被破坏的 有人会说那你怎么都强调这个 事实上并不只是这个 我只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但是它会起始 它是一个起始的一个原因 它会造成整个关节囊的连续的一些变化 譬如说最严重的就是整个关节囊会变比较厚 变厚变比较硬 它失去弹性 所以关节会越来越僵硬 越僵硬就代表这个软骨之间的压力 静态的压力增加 因为软骨这个组织它可以承受动态的压力 譬如说跑步走路 这个是刺激软骨的代谢 这是好的 但是持续的压力 就类似我们入疮 皮肤的入疮的产生 皮肤如果持续一直压着它 那就会烂掉 软骨也是一样 所以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譬如说病骨外侧经常都太紧 所以有些年轻的朋友看医师 就说你的病骨外翻 那个也是因为外侧太紧 造成这个软骨之间压力太大 所以就是这个压力的问题 好在我们现场的那是 吕少瑞医师 吕少瑞大龄慈激医院 现在叫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的主任 当然我想许多如果遭遇到 就是说特别是膝关节问题的 大概都会认识吕少瑞 也都可能会搜寻 甚至会想要去找吕少瑞 那医师能够做诊治 那因为吕少瑞他的主诊的医院 是在嘉义的大龄的慈激医院 另外他在新北市的新殿的慈激医院 大概隔周的周三是有诊的 另外你现在在台中有诊的 今年开始 今年开始 台中的慈激医院 所以就这三个医院 在新竹 新竹我也指导那边的 中国药学院 中国药学院 竹北的分院 好那在竹北分院那边的 那边的看诊时间什么时候 也是礼拜三 也是礼拜三 就是就有一周在新北市 有一周就在新竹 好那当然大部分时间了 在嘉义大龄 我当我们的我们听到了之后 可能会说 那我要找吕少瑞 他倒不是你能不能去 去加意大利的问题 而是你要挂号 我坦白说不是太好 太好挂号 那就加油吧 好不过最早呢 先认识一下呢 就是说呢 自己的膝盖呢 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 当然 那我们再讲退化 退化当然基本上 它也是老化的一种 跟你的使用习惯呢 是有关的 那退化性的 膝关结炎的真相 自己的膝盖 自己救 那手上拿到这本书 时报出版 它的畅销真定版 比这个比一版的时候呢 多了多了 你说多了五十几页的内容 好就是从1.0到2.0的版本 不管是治疗的方式 或者说呢 对于的膝关节的问题的 一些呢 最新的医学的理解 那都在呢 这本的畅销真定版里头 好书呢 大家自己找来 我要先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吕少瑞 好非能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龙 那今天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 虽然 虽然 在过去呢 有许多的长辈们 当他们的膝盖碰到问题 甚至于呢 在过去我们办公室的同仁 膝盖碰到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呢 都曾经呢 寻找 就是说吕少瑞医师的诊治 那也开刀 好 但是 几年的时间 那看到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是这个有关于膝关节的 相关的一些呢 病理知识的2.0版 好 那这畅销真定版 时报出版 在我们现场的那是吕少瑞医师 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这个内册皱壁 退化性关节炎 既然叫做退化性 大部分都跟年纪是有关的 跟你的使用的方式是有关的 可是为什么有一些 有一些 譬如说跑马拉松的 譬如说做长马 理论上来讲 这种人 或者是那种的职业运动员 那他们的这种的腿啊 膝关节那种使用 那一定是爆量的 而且受伤的机会也比较高 然后 赵S光的时候 也认为他们的磨损各方面很严重 如果成立的话 那运动员是为什么他们是有问题之后 他还是可以继续 那后来我想到 因为我在做了很多关节镜 有观察到 这个作弊 它是会随着你的运动的强度 会被磨掉 会被磨掉 这样 这因为它是软的组织嘛 所以如果说像运动员这么剧烈的操练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作弊整个被磨光 等于就是用这样的 他当然会经过一段可能会疼痛的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可能忍受那样的状况 痛了就休息啊 是 所以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跟你的弯曲角度 譬如说跑马拉松 跑步跟走路 它弯曲角度在受力的时候 不会超过30度 所以我前面有说大概60度以上 才会有那个夹到这个皱壁的状况 所以有一个研究就是把 三铁的这个 的运动员他年纪大了之后 把他们招来做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 发现他们的软骨的量比一般人还多 就是反而你这个软骨越刺激它 它软骨越健康 就是软骨它跟骨头一样 是可以承受这个间歇的压力 所以这些呢这些长时间做专业运动的跑步运动的 是他的膝关节的退化现象不见得比较严重 不见能不见得好 但但所有的所有的疼痛感还是以个人为准了 就像我看到有些朋友我之前访问的医生他们也在临床上面遇到一些的椎间盘突出的有点突出非常厉害感感感觉那个脊椎都快断了 可是你问他有没有疼痛感好好好好像没有 那他的生活也正常 可是有一些只要稍微的有有有点的错位 那个疼痛感就就就很强 所以呢跟个人的感受呢还是有关 好那回到呢回到的膝关节的部分 就是说那如果说发生了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的内侧皱壁真真 然后呢所导致的这种的疼痛感 如果是在膝关节退化性的关节当中所常见的 而且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病程 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那种的那种的病动感会出现 要要改善这种的情况 有药物吗 有没有有没有任何的方式还是一定要要开刀 这个应该回到我前面讲的这个333 嗯 就呼吸333健康真简单 我前面大概有讲到第一个3 嗯 就是在不同阶段 事实上都是同样一个问题 嗯 叫做内侧摩擦症候群 嗯 但是在40岁之前 就是在疾病的酝酿期临床前期 甚至早期的临床期就开始疼痛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照了X光片 通常会看到第二期的变化 嗯 就是软骨稍微被磨损 嗯 比较狭窄 嗯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靠这个第二个3跟第三个3 嗯 来自我保健 嗯 嗯 前面讲的第一个3就是三个对策 嗯 三个对策的第一个对策 就是在自我保健 强调自我保健 我把它称为智慧呼吸3加3嗯 那个3加3就是后面那两个3嗯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自己做到的就是所谓的自己的膝盖可以自己救嗯 嗯 在这个第一第二期哦 哎呀甚至早期的第三期这个变形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嗯 我们就靠后面那两个3那个3加3 所谓的智慧呼吸3加3 为什么加上智慧 就是你要先了解道理 嗯 就是这个内侧摩擦现象 这个道理 嗯 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你的症状 疼痛的症状或者软骨破坏 都是因为 平常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你的工作弯的太多 嗯 弯的太快 弯的太久 所以那个3加3的第一个3嗯 就是日常生活的保健的三个原则嗯 三个原则就是要少弯嗯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弯啊 所以弯的时候就要慢 比如说上下楼梯 动作就慢 好我我问一问 就是说可能会会到六六六十度弯曲的 就你刚讲都到六十度的时候呢 才会才会才会 才会动到这个 也就是说内那内侧做作弊的的问题 那会弯到六十度 你刚讲说跑步走走路 基本上大概三三十度左右 正正常的动作 大概都会是这样 那有哪一些的动作 会日常的动作 你不知不觉当中呢 就会到六六十度的 上下楼梯 上下楼梯还有坐啊 坐下来 坐下来 或者上洗手间 不管是坐视或坐马桶的时候 都一样都会超过 OK 那还有就是你出去之后 做汽车 公共汽车 做的动作都会有 上下公车等等 这些有时候公车那个司机太粗鲁的 你很紧张 催你 这个时候动作就会快 上楼梯跟下楼梯的风险都一样吗 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可以去试 你可以去试试看 上楼梯的时候 比较不会去 缓合 不会夹到 因为你的用力的那只脚是伸直的 是伸直的 OK 但是下楼梯相反 用力的那只脚是要有弯 是要有弯曲的 所以一般人他大腿力量 如果不太够的话 他弯会 下楼梯弯会弯的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的皱壁有发炎 就很容易夹到会更痛 所以膝盖痛的人 有时候他会不太敢下 不太敢下 因为他怕 怕那个脚一软 会跌下去 好 所以上楼梯呢 虽然比较累 可是下楼梯比较伤膝盖 是 另外就是说 像现在很多 不都鼓励大家要深蹲吗 深蹲 深蹲期其实很费膝盖 对不对 深蹲事实上如果你的动作慢 就是你要蹲下去 那个动作是慢慢蹲的话 是没有关系的 这同样的道理 像跪坐 或者是盘腿 也一样 就是 如果你在盘腿的过程是慢慢的 或者是跪下去的动作是慢的 老人家要拜佛 拜佛有时候要跪坐 这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你最好是有辅助的东西 让你可以辅助 然后慢慢的跪 或者旁边有年轻人帮你残伏 这样的话是没有关系 所以动作慢的话伤害就会比较小 对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就如果 很难做到 倒不这么难做 而且我觉得 我就动作慢 整个看起来就很老 就不想让人家 看起来很老的样子 还要这样动作慢慢 对了理论上来讲 只要你小心点 动作缓和一点 你受伤的机会 其实有一个注意 就是如果不痛就没关系 如果膝盖 那个动作会痛 就代表说 你那个动作一定要慢 好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应该要 要去找吕少瑞看一看 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说 我刚刚讲 智慧呼吸三加三 后面那个第二个三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个三个运动 那个我想今天就不用多讲 那个网路上太多了 都是我在示范的 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你的系统 你想不出它有什么 原因的时候 因为系统有很多原因 最常见原因就是 你受伤 或者是你有其他全身性的疾病 比如说内风势性关节炎 或者是有痛风 如果都排除这些 已经知道原因的 有些这些不明原因的系统 我的研究95%以上 都是内测摩擦症候群 造成的 所以你就试试看 这个智慧呼吸三加三 万一没有效 就还是必须要去看医生 如果没有效 大概要大概要做做做这样的 所谓的三加三的呼吸运动 要多久之后 才能够自己认为 就是说是没有效的 大概一两个礼拜 如果你确实做的话 就有效 就可以感受到没有效果 那我想我这边也要补充 如果都要来找我 当然很麻烦 我在这几年努力的结果 已经全台湾有二十几个医生 你的种子教官 你就当你的种子教官就是了 他们是分布在全国都有 你这样讲没有用的 当然知道吕少瑞 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吕少瑞 他当然是找名医找大医生 我不是说你训练的这医生不好了 我是说 我说当今天听到吕少瑞声音的人 一定会说 那我当然找吕少瑞 再远我都要我都要去 我只说挂号不好挂 有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没办法靠一个人的力量 这个我是深刻了解 对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长寿 那总对自己的晚年 也越来越越懂得照顾保护 那不管是自己的照顾诊断 或者是照顾家里面的长辈 膝盖 人一旦失去了活动力之后 他的所有的生命的热情 生命的真相都会很快速的会消失 这个是动物的本能 所以大家都该把自己的膝关节照顾好 行动力维持好 因为你一旦膝盖会疼痛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行动力就会越来越降低 因为那种的疼痛感 能让你出门的 都觉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视为胃土 这只要有照顾过老人家 你大概都知道 那因为大家越来越长寿老化的关系 当这种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是合理的 或者现代人呢 其实也很重视运动 那运动伤害的所造成后遗症 这也是会的 但是因为你越来越长寿 那如果说真的要就诊 要动手术 这有在健保体几副范围吗 有 有在健保体几副范围 这还好 但是如果说因为大部分人的保险 如果你要启动你的就医的保险 其实是的时候 因为保险大部分 大概在75岁以前 其实75岁以后 大部分都要特别加保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寻求就医帮助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进去的 好 我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 今天难得回到费地早餐的吕少瑞 好 费地摸好 费地早餐 我是唐亚龙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嘉义大龄慈激医院的 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的主任 吕少瑞吕主任 在吕少瑞几年前的这本书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现在畅销增增订版 大概增加了50几页的新的内容 大概就是 这新的内容也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有关于膝关节的 退化性关节炎的 一些的病理的认识 跟治疗的方式 以及保健的观念 大概在这七八年时间里面的 一些的演变 一些新的知识的补充 都在这本书里面 书是时报出版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把它当做是 自己的健康保健的百科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像这种的 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内侧皱壁 真身所引发的疼 疼痛感可能是这种的 就是说 关节老化了之后的疼痛感 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自己做了 这个就是说 三加三的这种的 自我的保健护理 但是发现了 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 当然寻求医生的治疗 或者是手术 这种手术的成功率高吗 如果及时发现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 刚刚讲到这七八年演变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就发现这个 所谓的关节径软骨再生的促进手术 就是挽救关节的这个手术 他失败的 我们过去整个统计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的病人 是可以救回来的 可以让他所谓的退化 就是软骨破坏的过程停止 甚至甚至恢复 甚至慢慢软骨会好起来 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 那那个百分之二十 我有一篇论文是去探讨 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拖太久了 就是来的时候 里面的破坏已经太严重了 就到不可逆的阶段了 那这个我们在述前 可以透过S光片来判断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你的脚歪掉的程度 歪掉程度如果太大了 我们现在是发现 是大概六七度左右 歪掉差不多六七度之后 他就会继续歪 这时候就不能 只做关节径的这个部分 应该要再加上 这个骨头的矫正的手术 那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开完刀之后 没有按照我们 这个不同阶段的 教病人自我复健 这些复健都是在家里做的 这很重要 对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开刀有两个 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把破坏因素清除掉 通常就是内侧摩擦现象要把它清掉 那第二个是把掉下来的软骨碎片 全部清掉 那第三个是要把整个关节里面 发炎的关节囊也要清除掉 因为这发炎会放出一些酵素 破坏软骨 那另外 更重要的就是要把压力调整 因为我前面有讲到说 因为慢性发炎 或者是外伤 外伤也包括手术 有些病人去接受过一些手术 譬如说关节劲啊 或者是医院性的 就譬如说打破尿酸 或者是PRP 经常打 有时候是会漏针 有时候会没有打到关节里面 甚至有一些这个病人 对打进去的这些东西会有反应 造成关节囊暂时性的发炎 之后会让整个关节也变紧 就是这些零零种种原因 造成压力太大 静态压太大 所以关节劲手术 最重要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要把这个压力解除 但是呢 开完刀每一个病人 我们都帮他放松了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开刀是一个破坏 开完刀一定会结疤 所以结疤最严重的是 在开完刀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 这个阶段 所以有些病人 他就等于开完刀 一两个礼拜会肿 比较不舒服 但是肿过了之后 他觉得非常舒服 可是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为什么又开始不舒服 就是开始结疤了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因为知道这个 我们会非常强调 就开完刀的那个复健 尤其是暴息那个动作 没错 就是要靠复健来 把我们开刀的成果 把它保持住 就是这个软骨之间的压力 不能让他再增加 所以那些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开完刀 因为有些就是不了解 或者我们虽然苦口婆心的 一直每次回诊都在教 他可能也怕痛啊 等等 对 就做的不确实啊 做的不确实 我们现在已经甚至会要 一些病人还要尝试做贵坐的动作 就像日本人贵坐 那个深度的弯曲 目的就是希望软骨之间的压力 能够维持我们刚开完刀 放松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概是这两个原因失败 很多的老人家在动完手手术之后 并不是手术完了就没事 手术完刚刚吕赵瑞医师提到 手术完了之后的复健 因为复健 在手术完之后两三个月时间里面 是很重要的 每天有一些的基本动作要做 那除了调整 释放那种的疼痛感之外 在避免沾黏 可是因为在做复健的时候 他多少会 第一个你要有耐心 第二个他会有一些疼痛感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家 第一个他自己不见得能做 他也会逃避 会偷懒 或者低估了这个复健的重要性 所以作为照顾者的话 在这方面可能能够帮忙的时候 我建议尽量的帮帮忙 否则老人家常常会在这个阶段 会偷懒 偷懒了之后就会功亏一篑 好这本书里面 还谈到了一些 有关于退化性关节炎的 不管是关节的保护 治疗等等方面的迷失 因为毕竟在现在的市场上面 充斥着各种的针对中老年人的 关节保护保健的食品 反正太多了 所以许多人 我猜想老人家不买这些东西的几率 大概很低 每个月几千块 几千块的买这些东西 我不能说一定没有用了 但是就是说相关的一些的 一些观念问题的书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但是如果真的有病痛的时候 还是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断 诊断完之后 再配合医生的指示 如果需要开刀的时候 那当然就用手术的方式来处理 是比较好的 好这本书 自己的膝盖自己旧的畅销真定版 那时报出版 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但是找书比较容易了 要找吕少瑞就有点难度 这个我也帮不上什么 我也未不能绑着吕少瑞 我只能说要找吕少瑞 你就多花点功夫就是了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那慈济大龄 大龄慈济医院的国际膝关节健康 助金中心的主任 吕少瑞 吕主任 感谢 谢谢 进广告 回到新闻